查詢系統,第一個剛剛主要是利用先把雲端上檢視與參照範例打開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篩選功能 那如果你這邊資料假如是文字,這邊會是文字篩選狀態,你用包含 那如果是數目的話,它是數字,數目比較簡單是等於 可是問題啦,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把這個查詢功能,我如果不要每次 為了要查,我就要再去找一下資料再篩選,然後再填 當然其實也不複雜啦,只是說每次都要打開感覺有點麻煩 如果今天要簡化這個流程,那我如果要寫VBA的話,我該怎麼寫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希望查比較簡單,數目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有個方法,錄字聚集,可以把剛剛動作錄下來,你再去了解到底它錄下來什麼程式 那你可以再去做一個應用做修改 那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的話,教各位幾個方法 第一個,如果你今天希望寫一個 這一個VBA的程式,一一樣到VBASIC 二的話呢,一樣是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這個部分功能都一樣,就一二 再來的話呢,我如果要寫一個篩選 數目編號好了,那我就先打一個SUB,所以這個方法一樣,第三個步驟是打一個SUB,SUB開頭,後面加一個什麼 數目編號 對,數目編號 如果今天要查什麼,數目編號 好,那前面加一個篩選好了 篩選其實就查詢,或者你是查詢也可以,然後你按個Enter或移開,它就自動幫我加 那我要怎麼算寫這個程式,第一個 其實如果你要篩選的話,大概只要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篩選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你的範圍 你的範圍從哪裡 A1有沒有 到F的哪,Ctrl向下 F的558 有沒有 所以呢,我這個範圍先告訴他一下,我先告訴他,我的那個Range 我那個範圍,所以 我們這個地方會用到一個物件叫Range,這個之前用過 那我的那個範圍在A1到哪裡呢,到F的558這個範圍 那我給一個字文字,一個字串,前後一定要刷一下 點之後的話呢 那其實剛剛的那個功能 它就是 篩選呢,如果對應到的那個名稱,叫Auto Filter 所以你就打一個 A,A,A,U,Auto 然後裡面的話,你可以找到一個filter,filter就是過濾器 其實就是篩選,所以 在那個 Excel裡面翻譯叫做篩選 那實際上它的英文名稱叫做Auto Filter 對應到就是這個名稱 那也就是說,針對這個範圍要做篩選 那道理跟剛剛我們是 把游標放在這上面,然後按篩選 到底是一樣的 那你空一格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 幾個相關的資料 其實後面會跳出一些相關訊息 那其實 當然都英文的,不過這都簡單英文 它第一個問題是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 filter是藍 你要查哪一藍 輸目編號是 在這個範圍的第幾藍 第一藍 所以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逗點 第二個你會發現它出體字又換成第二個 這個criteria 1 這個1 1231 意思說 那你要查的條件是什麼 我要查的條件是 假如我要查 11908 11908 664 這個邊 那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兩個條件就足夠了 意思說 我要查哪一藍 查什麼資料 然後面當然還可以查是 end還是偶爾 然後criter2 還有沒有第二個條件 你也可以再加第二個條件 不過我們先不要做這麼複雜 我們就做 簡單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 就一行程式 應該可以理解吧 不難 而且其實也 不需要特別去背他 因為你會發現空 空一格他就會提示 所以以後寫VBA有個好處 上面都會提示 那我就把這個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他就只留下我要的 就是在這一行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那可是問題我要把它還原的話 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 篩選要把它復原 所以你再打一個什麼 篩選復原 這個這個哪來複製 篩選然後加一個什麼 復原好了 Enter一下 那如果復原 非常非常簡單 只要把什麼 這個複製下來 後面不要帶任何的參數 執行一下 他就復原了 OK 所以特別是AUTOFIELDER如果你執行一次 他就是有 再執行一次他就把它取消掉 所以你會發現就兩行 可以搞定了 但問題來了 如果將來我做按鈕 不對啊 那如果每次 我不是說每一次都查這個編號啊 我下一次可能會查別的編號 如果要查 228 05 05081 的話 不對啊 那豈不是我要每次都填這個數字嗎 所以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什麼方式 你可以在上面這邊 多加一行 多一個X X就是位置的變數 等於什麼呢 請你輸入什麼 Input Input就輸入嘛 InputBuds就跳一個那個 對話方塊 跳出來給我 然後裡面的話呢 給他一個文字敘述 請輸入什麼呢 幫我請輸入那個什麼 書目編號 請輸入書目編號好了 所以這邊 加一個 請 輸入 什麼呢 書目編號8 OK 然後再 驚嘆號一下 OK 這樣 三個好了 一定要輸入的意思 就有點看他對話啦 然後再來的話 怎麼樣 把這個X 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位置 OK 因為他是個變數 每一次放不一樣 那每一次就換一下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看有沒有OK 執行一下 如果我加一個InputBox 請輸入書目編號 這個時候他就跳出來 請輸入書目 你要查什麼編號啊 當然了如果未來 我講過啦 條碼有沒有 掃一下 他其實條碼就是把那個 上面的這個書目編號幫你掃到 並且輸入到這邊 按Enter 那個條碼的 用意是這樣 那就可以讓你掃輸入 所以你會發現你們去那個什麼大賣場 或者是超商 他有時候 逼不出來有沒有 就是掃掃不出來 他也可以用打的 有沒有 也掃不到就用打的 條碼其實背後就這樣 那是二維條碼 對 二維條碼 然後現在有QR Code 他變成是三維立體的條碼 也就是說他 可以做更多的敘述 裡面除了數字 還可以放英文 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好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把他講 228好了 假設我要這個 228 0508 1 Enter一下 或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篩選出來了 就這一筆 如果要恢復的話呢 就是這個 好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所謂的那個 這個篩選編號 的部分 但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是每一次都要查編號 我如果要查 提名 查作者 出版社等等其他欄位 該怎麼做呢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 另外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在旁邊增加按鈕 按鈕應該會 這前面我們做過蠻多的 你就在這邊 數目編號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 放在這邊 以後都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個的話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復原 篩選 還原 然後這樣就完成我們要的 第1階段 點下去 直接 查什麼 150 68 114 Enter 有了 查到了 然後再 糟糕這個變形 變形怎麼辦 所以 加按鈕之後的話 注意喔 他再多一件 做一件事 就是喔 因為他變形 所以你請各位 按Ctrl鍵 點一下 點兩下 Ctrl鍵按住 然後再選他 按右鍵 物件格式的地方 摘要資訊 記得大小位置 不要隨 儲存格 因為他如果 篩選他會變形 那不要 我看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 那點一下 剛剛會變形嗎 現在 119 08664 Enter 會不會變形 不會變形 那可以再把它復原 這樣的話就有個互動 OK 他如果你查不到 如果你查這樣子 他就沒有 一樣可以復原 好 那待會的話 一樣 城市部分呢 我也會把這兩段城市 如果你怕不會 寫 雲端上 也有 雲端 白板上面這邊也有 你可以 參考一下 這一段 貼在這裡 一樣我把這個顏色也把它變一下 變漂亮一點 負原 OK 這邊就 待會再來看其他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當然 期末 的作業部分 就是要請各位 做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查查詢的系統功能 那當然 你就是可以去找什麼 找不一樣的資料 可以去哪邊找你當然可以去 各大圖書館 所以你可以把全國的圖書館 因為你查可能只能查某個圖書館 那當然你要查全國的 你可以把全國 或是全 桃園地區的圖書館資料 集中在一起 一查 甚至可以知道哪一個圖書館有 某一本常數 變成這個就是你 專門客製化 的一個 書目查詢系統 或者是你要專門針對什麼 微類資料查詢 就可以客製化 不然的話你查詢只能 變成說針對大家 一樣的東西 那當然就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可以自己客製化一下 就可以馬上查到你要的東西 就不用像以前 你要 很 耗費力氣的才能找到你要找的東西 所以這個查詢系統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可以幫助你省下 非常多的時間 那當然未來也不是只能夠 查這種書目啦 如果你要查什麼 查某一本書裡面有沒有某一個關鍵字 在哪一段 也就是所有的相關的資料 都可以用這種 方式 可以讓他具備有比較 科學的量化 因為有時候 文學就比較麻煩 就是有些東西你沒辦法量化 這是不是完全不能量化 其實也未必不不可啦 就像說大家之前在討論 紅樓夢的前80回跟後40回是不是同個作者 真的就是有人怎麼樣 就是用量化 也說把某些關鍵字 前80回跟後40回 出現的 那些常用的 詞彙是不是 是否相同 一比較之下 發現差異還蠻大的 喔 所以 為什麼差異很大 難道這個人精神分裂嗎 且前80回是喜歡用這些詞彙 寫後40回就換 換一個 腦袋了嗎 當然不是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線索 可以推論 前80回跟後40回 可能 但是直接指 因為 已經過這麼久 用量化的方式 可以證明說 應該 不是 同一個作者寫的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還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這至少比較有說服力吧 不然你在寫論文的時候 你有時候都是根據前人 那些人到底 資料怎麼來 是否正確 你也無從驗證 所以有時候反而用一些比較科學 量化 的方式 至少會讓人家覺得至少比較客觀 而不是說 就你說你說 你是誰 對 所以有時候 寫論文說最麻煩 就是 你沒辦法說什麼 你只能說別人說 說完之後 換你說 換你說你就不敢說了 因為 因為你覺得 自己越看越 自己越渺小 反而如果你用科學的方法 對 我是 很扎實的 根據這些經典 去做 科學的統計分析 相對的 我覺得會比較有說服力 試一下 對